孫敬安另類掘金 重口味又如何 做過甲組足球班主 港隊領隊 電影監製 戴張盧敏儀是他太太 孫敬安他一直有自己的一套 我從來不喜歡跟人尾拍的 你贏了都不是你的功 所以我是另類些 我做的事跟人不同 我不喜歡跟人一樣 一條線走的 而他做的演唱會都較為另類 絕對空開蔡楓華 找不到投資者他就自己做 洩極都是八十萬 而2011年的歌唱反應不錯 賺了五百萬 但可惜後來蔡楓華埋怨 說主辦單位賺了 今年再幫賈斯洛和路雲娜開歌唱 同樣找不到投資者他都拍心口接來做 因為今次是投資 希望中年歌迷有歌聽 他以滅門師兄等奇案改編 收幾百萬票房再賣浮出碟 因為是小公司 沒有大牌肯接 反而和二次明星合作 以另類話題殺出血路 但翻版和亞洲金融風暴 賣浮出碟全線摸直 出浮拍片都令他意興難生 我們當地拿了批文 我們去了巴厘島拍攝的時候 我都願意拘捕 導演被拘捕 說我們沒有批文 拘捕坐牢 放在外面 要賺錢給他 後來電影不能收到 從此少了投資電影 但他最近計劃重返影血 因為世界杯 他想拍例子足球片 但足球帶來的快樂 錢是沒得付的 在外面 對 中文字幕——YK